大家好 歡迎來到中不算國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市況 港股今早是繼續受壓 行指低開了160點左右 曾經有反彈 升到2098點 見到有阻力重拾跌軌 以近半天的低位收市 收報起20580點 跌了364點 跌幅達到1.7% 而大市本的成交仍然是比較淡靜 即是582億 科技股今早早是捱沽 恆生科技指數跌了3.6% 美團京東更加跌了6-7% 而醫藥股也是受壓 另外還有有色金屬 礦石 新能源 電動車等等 都見到沽壓比較明顯 例如若明今早下跌了9% 錦鋒今早下跌了7% 順兒光能小鵬也跌了6% 另外一些金融股相對來說 靠穩部份更加有升幅 例如健康今早下跌幅少於1% 另外匯控今早上升了1.6% 而國企內房股相對來說表現比較堅挺 而消費股或消限股份表現比較反覆 好像安踏今早上升了1% 而銀魚九毛九 今早上跌了2% 而蒙偶更加跌了3% 除了內需消費股之外 大家若然想分散投資 也可以留意一下國際消費品牌 例如Prada Prada去年成功扭規為盈 全年賺了接近3億歐元 逐步擺脫了疫情大內影響 特別是亞大區零售表現相當強勁 去年的銷售按年增長大約3成左右 雖然歐洲零售銷售銷售都未能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 但相對於2020年按年增長大約3成左右 集團來說 維持著中期收入目標 45億歐元和EBID的EBID率 大約2成左右 去年收入是34億歐元左右 EBID是14.5% 反映到集團未來仍然相當可觀 或者是一個強勁的增長 對於集團來說 股價的走勢方面 Prada在上個月低位回升之後 升到上去大約53元 有阻力在高位整股 但即使回調到50天線附近 都見到有承接 短時間來說 仍然有機會在高位整股 如果繼續有調整的話 相信落回到46元附近 應該已經有幾好的承接 入市可以用44元作為止蝕 大家可以留意 多謝各位收看